台塑企業關注永續環境議題 從2013年開始和國內專家學者 攜手合作 參與台灣土水污染防治技術合作平台 引進國際上的應用經驗 針對國內土壤和地下水的各種問題 要來找出解決方案 我們是集中在土壤和地下水 因為這一塊的處理機器 和一般的廢水處理 和空氣污染的廢水處都不一樣 所以因為看不到 所以很難有它的困難度 和成功大學環境工程系的教授合作 把水土環境維護的經驗 整理成系列專書 達到教育推廣的目的 最新推出的第三本專書 更針對種植非水象議題整治 進行深度探討 提供國內相關單位作為參考 是從基礎的一個理論背景開始來介紹 因為土壤地下水的一個整治 其實是一個跨學科的工作 所以一定要從這個環工 從水文地質 從化學 甚至從工位等等 這些各種不同角度的一個著手 那我們把這些資料有做一些系列性的整理 記者會上連環保署長都特別出席 強調任何一種永續發展 都需要產官學三面向的共同合作 才能提升國內的水土環境 八大新聞和平李松元采訪報導 鎖定八大名聲新聞 記得按小鈴鐺喔 Records 詞・編曲・編曲・編曲 初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